可以看到这个礼拜有蛮多美食要介绍给您的 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的第一个美食就是阿给 提到了淡水小吃 当然很多人想到的就是这个豆腐皮 里面包着冬粉裹上鱼浆的阿给 不过您知道阿给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淡水特产其实是融合了台湾跟日本味 创始老店的第一代老板 当年为了养家就跟学过日本料理的太太 一起研发了这个特色小吃 吸引客人上门 结果就在一次误打误撞的机会下 制作出了口感相当特殊的阿给 而且一卖就是三十年 接近中午用餐食客 淡水真理街上的阿给摊生意已经强强棍 带走吗 来带走这边的 你要辣吗 两个钟 老板娘杨慧珠一边招呼客人 双手一边忙着打包外带 要满足老涛的挑剔味蕾 从国庄都吃到现在 对 吃起来很Q而且不腻 而且想到就来吃 跟别家的口味不一样 就是很在地的味道 对啊 因为妈妈也是强力推荐 每次来淡水一定要在这边吃 对啊 妈妈是淡水的 跟别家不一样 老淡水都知道 要吃阿给 以身在小山坡上的这家三十年食主店 最原味也最够味 动物很Q 这个豆皮啊 跟一般的吃起来的口感嚼劲不一样 老淡水熟门熟路 在地的淡江大学学生也是仕途老马 更有国外观光客按图所记 专程来这里朝圣 知道我们家人就一定回来 他怎么问他就问上来 还有人从捷运站下 就开始打电话问 我现在在哪里 我要怎么去坐什么车 然后会走多久什么 都会想要吃就会来 让人念念不忘的老招牌 能够屹立三十年 靠得确实新鲜味 每天清晨四点开始 店里的阿姨们就开始 为了满足客人而忙碌 阿给得当天现做现卖 前一天先坐起来过夜都不行 不可以 这不新鲜 都会当天做 是明天当天 这一天先坐起来 有没有有差吗 有有差 做到这一天一样 我要给平衡 把冬粉塞进四角豆腐里 分量饱足 然后用鱼浆把缺口封起来 做法看起来简单 不过每一样材料 都有三十年的累积在其中 弹压有Q进的冬粉 在成为豆腐内馅前 要先经过冷水浸泡 再拌上香喷喷的 肉燥酱汁既上色又入味 阿给是用蒸的嘛 所以它比较耐蒸 而且蒸起来也比较Q 不像一般的那个什么 卖那个冬粉汤啦 鸭肉冬粉那种的 那么它那个就比较不耐蒸 那个会烂 我们这个就很Q 所以你吃起来 我们阿给用蒸的 所以吃起来就很Q 另外特别定制的 半手工豆腐 超级厚脸皮 面子里子坚固 多了豆香和口感 油炸豆腐比较薄 我们这比较厚 比较厚 对 比较厚 它的那个 它里面的豆腐的成分 就你看它白色的部分很多 那有些商店它做阿给 它把那个白色的部分 都挖出来那不对 那就吃起来就没有豆腐的口感了 你就一定要保持原来这个样子 就是看我们的功夫 你看我们阿姨做的那个 我做比较慢一点 他做的就很快 然后就那个豆腐 吃起来整个豆腐都吃得到 而加入红萝卜的鲨鱼浆 更得当天用早上从鱼室采买的 才够新鲜有粘性 它粘性要够 你才能把这个封口封起来 粘性一定要够 其实三样很简单的东西 冬粉 豆腐 鱼浆 可是你单独吃好像就是这个味道 可是你三样合起来就是阿给的味道 阿给的味道其实有着妈妈的味道 三十年前杨卉猪的母亲和父亲 为了养活一家大小 想要卖小吃增加收入 学过日本料理的杨妈妈 想东想西 要卖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来吸引客人 他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看到那个有一个有一个阿伯 他就是卖三角豆腐 以前有三角豆腐 他里面有塞就塞东西 然后上面糊鱼浆 那我妈妈觉得 这个东西还蛮不错的 然后他就回来自己 觉得那个三角豆腐不太小了 他就用这个 比较大一点四方豆腐来做 误打误撞就是 就做出来这个东西 而且那时候我们真理节学校多 学生多 那以前的没什么早餐店 那学生总要吃早餐 然后就从这样子开始慢慢的卖 从日本炸豆腐 阿布拉给得到灵感的东粉豆腐 就这样成了真理街上文化国小淡水国中 和淡水商专学生们 和在地人喜欢的早午餐 以及小吃点心 我爸爸属于人家所谓的那个老 就是跟着政府来台湾 然后在这边娶台湾小姐 而且我妈妈她们那个年代 都受过日式教育的 对日本的食物还蛮喜欢的 外省爸爸台湾妈妈日本料理和台湾食材 融合创造出淡水的特色食物 阿布拉给也从日本名字换了台湾小名 变成了阿给 1997年捷运通车之后 淡水成了台北人的热门休闲景点 渡船头老街卖阿给的超过30家以上 阿给自此成为淡水的代名词 这个本来是 本来是从我们家出来 从我爸妈妈妈手上出来的东西 然后你看它现在 整个变成是淡水的一个名产了 那那个意义 我是觉得那绝对是不同的 我爸妈在地下游汁 他们也觉得很光 觉得真的很欣慰很光荣 觉得哇 顶着传承30年的招牌 假日永远大排长龙 限量上千个不够卖 平常日店里也紧满了客人 除了口味没变 用报纸包裹的保温方式 也一样30年没变 充满了在地记忆 小心他 小心他 小心 来 阿姨 那是要给你 餐台前装碗装袋 舀汤加料 包装收钱 每个人的手没停过 泰勒化分工各司其职 才能应付永来的前朝 收钱也会收到手酸 没有那么严重的 慢慢数 问杨慧珠为什么不到 人潮聚集的老街 或渡船头找间店面 做得更大更多 她说人力有限 把好口碑留住才最重要 目前目标是把它守 我们把品质顾好 我们把它守住 然后不要让客人流失 然后不要让品质变差 然后口味不一样 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老店怎么现在味道不一样 那就不会了 要守住父母的自卖味 不为了快速赚钱 做任何牺牲 为了再船30年 杨慧珠坚持留住原味 每晚阿给 都要认真用心地给 你一看 你会 emailed śm桑手 ira火 参考 词